你们把90名工人工资不发 你们不要想离开海南回去过年 我明确告诉你们 我把你们全部都编空了 你们都住不了岛 工人过不了年 你们也过不了年 老板拖欠农民工1.2亿血汗钱 民工讨薪数月无果 老板全家还要出国逍遥快活 刘警官为民工兄弟撑腰 放话不给钱就拘留 那么事情的经过是什么 这天海南警方接到了一则报警电话 那头的人声音很慌张 表示工地上有十几个人在打群架 场面控制不住了 听到这话 刘警官立刻叫上几个民警一同出动 想要尽快赶到现场 在路上 他十分忧心 临近农历新年 不良老板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事情频发 最近这段时间 刘警官等人一直在几个工地往返 为农民工兄弟解决问题 然而到达现场后 场面却出乎意料的和平 根本没有打斗迹象 原来 是讨薪一个月无果的几个农民工 将工地的电关了 想要以此逼迫老板现身 结果却毫无用处 不得已 才给打电话报了假警 听到这话 比起发现民工谎报警情的愤怒 刘警官心里更多的是无奈 毕竟农民工累了一整年 等的就是发工资这几天 于是 他告诉讨薪的几个人 如果拖欠工资的情况属实 可以去找劳动局或者警方举报 但不能拉电 一是不安全 二是会扰乱工地秩序 而后 他强调不管警情是什么 警方都会尽快感到 无需虚报或夸大现场情况 最后刘警官让几个农民工 稍安勿躁 再三保证 警方会找到工地老板 帮他们拿回应有的钱 说完这些 刘警官找到工地负责人 问其要的公司地址 准备找到老板 了解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本以为此事能和平解决 谁料到达现场后 老板的态度 彻底点燃了刘警官的怒火 如果他到时候出现 农民工资付不上 我们该抓谁就抓谁 依法 抓了之后 保证你们这农民工资 你们还得掏 无良老板拖欠农民工1.2亿工资 正义警官霸气出手 当场怒斥黑心老板 接到报案后 刘警官第一时间 安抚了农民工兄弟 而后就驱车 找到了拖欠工资的黑心老板 他立声说 如果不将欠款发下去 就等着接受法律的严惩 然而 这个黑心老板一看就是惯犯了 根本没把刘警官的警告当回事 全程在顾左右而言 他一开始是不断卖惨 说什么自己也不容易 还没拿到钱 如果拿到钱了 自然会给农民工发下去 但是 经常处理欠薪纠纷的刘警官 知道这人是在耍滑头 直说老板要是再不给农民工发钱 就等着被边控 不要想离开海南 眼见着来人如此强硬 老板转换了思路 话里话外的开始暗示 说自己上面有人 听到这话 刘警官险些怒及返校 这个黑心老板显然不知道 自己踢到了铁板 很多干工程的老板 都喜欢搞裙带关系 打通了一些人脉后 就敢在法律红线上反复横跳 但是 刘警官带领的队伍 前身是武装警察部队 之前干的都是边防工作 穿的是军装 后面虽然因为边防部队集体改制 成了公安队伍 但在执法时 他们也是按照部队的标准 手腕非常硬 该如何就如何 不会受到那些社会关系 人情世故的影响 目的就是制住这些 有点势力的老板 在刘警官一行人面前 没有谁是啃不动的硬茬子 因此刘警官根本不吃黑心老板这套 双方一时间陷入了僵局 直到一个电话打来 那头的人和刘警官的交流 同样与欠心有关 听清内容后 一旁的黑心老板是再也不敢耍花了 公地老板拖欠农民工1.2亿工资 民工讨薪无果 刘警官霸气撑腰讨回 放话不给钱就拘留 事情最后能否解决 在谈话阶段 刘警官发现这个黑心老板 显然是个老油条 先是卖惨薄同情 说自己也没拿到钱 又是想搞人情事故 说自己上面有人 但刘警官根本不接招 警告黑心老板 如果不支付劳动报酬 很可能被刑拘 场面一度陷入僵局 一通电话打破了会议室的宁静 临近年关 刘警官一直在处理 讨薪相关的问题 某个幼儿园工程 同样是老板长时间 不付工人工资 同事打电话 就是为了告诉刘警官 刑拘正办好了 随时可以去抓人 挂断电话后 刘警官特意强调 不管是多大的老板 他都不会给面子 这招无异于杀鸡警侯 隔山打牛 旁边的黑心老板 顿时变了脸色 一改刚才的不屑 态度诚恳了不少 他让刘警官稍等片刻 随即不知道跟谁打起了电话 十几分钟后 黑心老板再三跟刘警官保证 不出几天就能有钱 但刘警官仍是不放心 毕竟很多老板说过几天 结果直接跑到了国外逍遥快活 农民工根本找不到老板在哪 因此 刘警官让黑心老板 必须说出一个具体日期 原本想把警方劝走 在想计策的黑心老板 最终只能报了时间 之后的几天里 刘警官一边处理其他警情 一边注意黑心老板的动向 到了黑心老板承诺的日子 刘警官也赶到了现场 看着辛苦一年的工人 终于拿到应有的薪水 能好好回家过年了 刘警官彻底放下心来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拖欠农民工血汗前的黑心老板 无疑是最为可恨的